人老了如果是兄弟姐妹之间闹成了像仇人一样 你务必要做到以下这几件事 我们一起来听 亲情血浓于水不能割舍 亲情与生俱来无法改变 即使全世界都抛弃你 亲人家人永远不会 这世间除了父母之外 最亲的就是兄弟姐妹 小时候一起长大 长大了互相扶持 但是也有很多手足 因为某些原因心生嫌隙不再联系 如果你老了 兄弟姐妹之间变成了仇人 那么请务必要做好以下这几件事情 一 珍惜血缘 心怀感恩 兄弟姐妹是最珍贵的亲情 一起长大相互照顾 无论是谁遇到了困难 都会站出来尽心的帮助 不求回报 甘愿付出 这种感情谁也替代不了 人老了以后父母早已不在世上 只有兄弟姐妹还在 当你老了 生命进入倒计时时 你就会明白曾经的仇恨毫无半点意义 所以请珍惜血缘亲情 感谢兄弟姐妹 有他们在身边 余生踏实心安 第二 面对冲突找对办法 家家都有难念的经 再好的家庭也会有矛盾 兄弟姐妹之间若有了分歧 一定要冷静处理 找到办法 和气沟通及时去解决 若是任由矛盾滋生 问题加剧变严重 关系慢慢就断送 和兄弟姐妹相处 不要斤斤计较 毕竟血浓于水 没有任何东西比亲情还重要 兄弟姐妹是世上 除了父母以外 最亲最近的人 不要心怀恨意 事实相争 才能化解冲突 友好相处 第三 保持适当的距离 兄弟姐妹小时候 在一起朝期相处 长大了 都各自成家 都有了各自的生活 在一起相处时 不要干涉太多 保持适当的距离 才能避免冲突的发生 俗话说 距离产生美 即使亲情也不例外 保持不远不近 不浓不淡 相互帮助 却不依附 有进有退 才能长久 第四 顾好自己 时刻向前看 很多兄弟姐妹之间的仇恨 大多数来源于父母 因为父母偏袒 引起其他人不满 因此产生纷争 大动干戈 矛盾加深 断了往来 其实 遇到这样的事情啊 没必要 和兄弟姐妹计较 最重要的是 过好自己 靠自己的努力 拥有好生活 靠自己能力 去解决难题 不给父母添麻烦 不和手足闹意见 把生活过好 把自己做好 你才是人生的赢家 亲情此生无法断 手足今生不会变 亲不亲 一家人 打断骨头 还连着筋呢 兄弟姐妹 本就是最亲的人 也是此生 可以信任依赖的人 所谓深仇大恨 都是无关紧要的小事 当你老了 就会明白 手足情深 比钱财重 好好相处 就是财富 好 谢谢观看